最有趣的是 所有零件都可以是真的 但砌出來就變成假 我用盡我上的方法找人 在美國歷史資料博物館偷回來的 第一隻落月球的錶 重點不是誰贏 我們這行業, 別對任何事情產生感情 其他事與我們無關 頭髮是阿高的 保持這個姿勢, 一聲都不要出 炸的東西用炸, 更厲害一點用鑽 我和媽媽用摸的 你再給我小時間, 我就可以了 這個家庫場 最精彩的部分你不玩 很時空的 我要全世界都知道 我才能保住一條命 怎麼搞的? 走開, 別動 你知道怎麼做 這份是你的問題 不合手 好, 我先說一句, 我自己最深刻的就是 中環四海 就是發哥 哥哥 還有中廠紅姐姐 這部電影都是有少許盜竊 說他們是大賊 偷東西 那年代 賀歲片看三位超級巨星的電影 是很開心, 美術所有的東西都很漂亮 到現在我印象都很難忘 看過程很愉快 看完之後覺得很開心 一套很經典的作品 我最深刻的 可能近期 就是真是毒蝕大撞 我想深刻的位是 因為他雖然是賀歲片 賀歲蕩期 但是他整個電影的劇情 他都是一個正劇的去做 他都不是一個 可能大家以往賀歲片的觀念 就是很搞笑 很無厘的 恭喜發財 他完全不是的 但是我也覺得這種的戲 放在賀歲蕩期 都是一個很適合 全家人去看的 的片種 所以我也很喜歡 《讀蝕大眾》 我是蕭林梓 你呢 我是《讀蝕大眾》 劇令萬鈞 有我最喜歡的 紫華神 還有大師兄謝君豪 有那些叫做 大家在這裡 針鋒相對 我就喜歡 吵吵吵吵吵的感覺 在這個農曆新年上 看完一個正劇 就覺得很爽 我剛才有看《讀蝕大眾》 《讀蝕大眾》 是不是九八年 《龍珍虎斗》的那一部 雖然我還沒出生 但是我有看了《讀蝕大眾》 很多系列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那部是賀歲片 我覺得都 這次為了演這個角色 真的有重新再看《讀蝕大眾》 整個系列 也有參考很多不同大佬的風化 所以《讀蝕大眾》 也給了很大的靈感 《讀蝕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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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參考古惑比較多 因為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有很多不同的 大佬的風化 其實也不可以說參考 因為我覺得 你始終都要找到自己的特質 我覺得如果一美參考 可能也變成模仿 所以其實也沒有特別參考哪個角色 而是看完 自己再去消化 再去想想 如果自己是的話 是一個什麼人物 我先吧 我自己就 其實我覺得新年去看電影 是其中一個 從小到現在都覺得是最好的娛樂 我記得小時候 通常父母就會去親戚打牌 我就可以跟一些大一點的表哥表姐去戲院看電影 是很開心的 到我長大之後 就帶回家的長輩一起去看賀歲片 我覺得由吃飯再去看電影 是一條龍的享受 其實這套戲好看就更加開心 這套戲有時就算是未必是適合 因為一家人未必是個個都適合口味 就算現在有時帶個女兒去看電影 就算不是我喜歡看電影 都會很享受 我覺得是一家人在戲院一起共度時光的家庭 是一個很重要的節目 所以我都很希望這個傳統 是要一代全一代繼續保持下去 我那年代可能跟阿聰相差有點遠 所以我小時候就 我清朝嗎 我講笑而已 我自己家裡就沒有什麼傳統習慣 但是我覺得由今年開始要有 因為今年有一套很好看的賀歲片叫《獨月者》 所以我覺得這個傳統就像阿聰所說 要傳承下去 所以由今年開始大家就真的應該 找所有家人一起進戲院 去看賀歲片 去看《獨月者》 很嚇唬 每年都應該有這個習慣 我的兒時 對看賀歲片的感覺 是一定會有馬雀聲的 因為每一次都是約了所有親戚來我家 然後我爸媽和姑姑一起打牌 之後我和我姐姐就會坐在沙發看電視重播的賀歲片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是 一家人做的一件新年的事 那一定賀歲片是一定要有存在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大家這次又可以進戲院看看 沒有麻雀聲的感覺是怎樣 我和Edan一樣都好像沒有這個習慣 家人可能一起吃飯 不過我都一定會開著電視 會有些東西看 所以 所以 今年要有 我都覺得由今年開始 有一套很好看的賀歲片叫《獨月者》 真的要好好地帶家人去看一看 我覺得最開心的最重要 去戲院看戲的時候 其中一個重點是 吃那些魷魚 就是那些魷魚 那些魷魚 你們不知道的 魷魚的魷魚 還在咬借的 就是那個年代 是大家很開心的 就是一家人那樣 又吃又可以看戲 然後之後 還可能在上面 有些煙頭會丟掉 這個真的很棒 你們應該沒有經歷過這些年代 是啊 以前的戲院有煙機 是 正的 他們很喜歡看他們 什麼就是什麼 如果看這個訪問 經歷過那些年代 就是 有些戲很男人的戲 是 就是一去到那麼上 一開了場之後 你就會看到前面那些有煙機 有些煙 這麼有氣氛 是啊 會升出來 然後你自己旁邊那些有煙 說有煙出 那件事很男人 5D 然後你又想弄些煙機出來 很享受 但是過了那個年代 那麽魷魚的那些很棒 我們不是賀歲片 我和白子就exactly是試過 一次我們看一套戲 那就是港產片來的 那去戲院買 那去戲院現在簡直是沒有了 你不記得我 現在我沒看過太多 我和白子是太多災難式的經驗 體驗在戲院 其中一次就是我們買那套戲看 那是港產片來的 那一開始就播了 那個Trader是西片來的 那個Trader那麼長 那15分鐘 為什麽 還是在做西片來的 然後就開始 全部人都開始移來移去 為什麼是這樣的 最後我們就 問一問 為什麽播了另一套戲 那後來那個人說 是你們想看那套戲 沒得做的 那就是一個集體被騙的個案 就是我們明明不是看這套戲 為什麽變成這套戲 都很奇幻 我們兩個就看了20分鐘 一套不是想看的戲 就很亡言 為什麽會這樣 要回想要回想 對我們之後做演員 都是很大的啟發 我想說這次這個合作 我覺得是整件事 都很深刻和很奇妙 因為我想我們這次這個團隊 首先我們本身和導演又很熟悉 所以我們其實由前期開始 我們都已經可以 大家一起去jam很多東西 就是無論是劇本 劇情 甚至很多一些 個方向 我們都一起聊了很多 直到去到拍攝的時候 我們都是keep住 不斷每天都溝通溝通溝通 一起去研究怎樣做 真的要很感謝白紙和阿聰 這次真的對我們很好 幫助我們很多 就是他不斷給很多一些 他們的經驗 他們專業的意見 去令到我們這件事 是可以五個人一起做好件事 還有又不會說 我們每一個都是為了整件事好 為了團隊去想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難得 所以我覺得這次這個默契 還有我們就很想讓觀眾看到 這五個人的bonding 在這部電影一起的關係發展 那我自己覺得是 很難忘很深 因為我真的 我們去日本都保持著 每天都 不是開工都要在房間裡開會 我跟阿聰還會在訊息研究 跟白紙在一句一句對白研究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還有都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讓我們去了解整件事怎樣運作 還有在這個過程裡 就會對角色有更加多的認識 所以是很棒的 一來沒有想過可以跟阿聰和白紙合作 所以這已經是你所說的夢幻的部分 還有因為可能是角色的問題 可能是角色的問題 我是阿佑 我對著你應該 某些時刻都很像一個弟弟 對著你 你其實也很照顧我 所以我覺得 那個感覺是 就算 剪輯機之後 其實Betanis 我們的相處方法 我的感覺都像是 兩位的弟弟 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結合 其實是不僅在工作上 或是在聊天上 我可能是整個 日本旅程 整個拍攝 我們彼此之間的相處 都可以幫助到肚皮很多 這樣 嗯 我其實 我覺得 團隊本身就是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 他們幾位 其實是 做到的事 我是很 很 很欣賞他們 做到的事 因為其實不容易 每一次 我覺得他們 在不同的作品上 都想去一種新的方向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是要跳出一種 舒適地 去挑戰另外一種演法 我覺得他們的態度很好 他們的用心 而最後我覺得 這個製成品 亦都有很多影評人 他們率先看完之後 都覺得他們做得很好 有另外一個面向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是很難的 但我覺得他們很勇敢 而且做得很好 我經常都覺得 我經常想三一層 都會覺得 有點妒忌 因為他們 以他們現在的年紀 或者一年之 他們做到的事 如果我計算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應該做不到 但我估計 他們去到 我現在的年紀的時候 一定會更加 去到一個 不知道什麼境界 所以我覺得 我也很開心 可以跟他們合作 我想因為 因為大家 譬如大家談 或者 會去 怎樣做 或者劇本怎樣處理 那些 能夠有 暢所欲言 其實已經很好 但是加上 導演 帶領下 其實我覺得最棒的 那個位置是 我們 其實一直拍攝的時候 不是很害怕出錯的 那樣東西 那不是很害怕 就是大家又有一個包容在 或者大家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都同時間在 還在創作 就算對方出錯了 你又會感覺到 大家都是沒有所謂的 不如我們 就算時間長一點也好 我們其實是想要有一個 好的拍攝 那大家肯花這個時間 那所以 我想是因為這樣 大家願意這樣付出 所以導致大家都 好像他們說 其實大家是想拍一套好的電影 即使大家是有一點怕 但是慢慢地 大家一起這樣 在這裡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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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然後 咦 OK 只要花時間的話 我們有一個好拍 那就OK 然後 大家 可能有這個耐性下 就有個 團隊建築 有點默契的東西 首先我 我算是中途加入 在我加入的時候 他們已經拍了一段時間 我到現在都覺得印象很深刻的 是 我去到 拍攝場地之後 真的被他們那個 認真的 那個氛圍感染了 因為 本身真的以為 又是自己的隊友 阿聰 有一個好笑的人 白紙也是第一次見 但是我覺得 可能會是很 輕鬆的 但是我覺得 他們一旦 拍戲的那個期間 他們真的不會浪費 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break的時間 去討論 接下來這場戲 是怎樣做的 所以都導致我 都很 抓緊自己去 做這件事 我也很感謝阿士 大家都合作了很久 都很有默契去指導 他怎樣 所以其實 我也在他們身上學了很多東西 因為我中途加入 我對情況不太了解 所以 他們都很有耐性 跟我說 現在是甚麼一回事 這次的特別演出 這次的特別演出 對於我來說 都挺特別的 我怎樣理解這個特別演出呢 可能我真的有開槍這些東西 雖然我時間不是很 我每次出場的時間 不是太多 但是我每次出場的時間 怎樣都很重要 我是導致他們 所有事情發生的一個 一個推動的點 我覺得我是 這樣理解這個特別演出 特別重要演出 是啊 多謝 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演員 可能我們讀書的時候 都是學校的概念 就是其實我們都是一個 其中一個齒輪 我自己整天的理念 就是我們所有演員 都是服務過劇本 服務角色 都是服務導演 我們是幫導演去講故事 所以其實 可能想怎樣去解構角色的時候 可能新人的時候 就比較戰戰兢兢 就是想我的角色的性格是怎樣 慢慢再開始要再學一下 就是想一下 我的角色 就是你的角色怎樣演都可以 但是其實你去到最後 都有一種目標 就是我怎樣幫我 其中我這個角色 去幫忙去講故事 我是負責怎樣幫導演講故事 或者你跟導演溝通完之後 你就知道導演想怎樣講故事 你就知道 大概應該怎樣選擇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協奏曲 大家都是其中一種樂器 我覺得這次 我們就是大家都很有這種 團體的精神 就是每一場 譬如這一場 我們要幫 誰是major的時候 我們做minor就要幫忙 每一個人 其實有好的劇本 會不停轉移這件事 這個就是一個團隊 我覺得他們幾位 其實都是 為什麼我覺得合作這麼開心呢 其實都是關於他們本身的人 都是 都是 好的質地 說真的 如果我們兩個 有時候我們這些人不是很前輩 但是如果有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想聽 或者有時候我們都會怕 但是人家會不會 因為如果我們同輩 或者我們同前輩合作 就不需要談 因為有時候是不需要談 或者有些對手覺得最好不要談 然後roll機的時候 大家就撞一些火花出來 但是他們其實是很好 大家都一條心去談 如何可以做得好一點 幫助你的角色 我覺得他們都是 這些是前輩傳給我們 我們就希望他們下次 他們在片場 或者很快他們就會成為 獨多一面的演員 即是 現在都獨多一面 但是很快就有些 你們就會承受那些 你 你聞錯的 就是 很快 過幾年就是這樣 都希望將這件事 一代傳一代 在片場 就有一個好氣氛 那就是大家都一組別人 那我覺得 我們兩個就 跟阿Lo 跟Edan 就快一點 因為我們 多一點氣氛 那我覺得阿姜 其實都做得很好 因為他是 其實很不容易的 我們的車開到順了 他是中途跳上來的 即是我們 我們是由一齊四個一起踩 他好像在月台見到火車 到你這輛 他就在月台跑 然後要跳上來 那我覺得 還有他的角色 都是不容易的 其實坦白說 所以我覺得 這個特別演唱 我覺得對觀眾來說很特別 我覺得對於在他自己的 演藝生涯 我覺得是一個特別的 一個 chapter 我覺得是一定要試的 因為演員可能 很難永遠 不應該永遠都做一些 觀眾覺得你 你應該理所當然做這種角色 那你永遠就很窄 我覺得他在電影那麼初起步的時候 他其實正在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很好 還有坦白說 我真的跟他做對手戲的時候 有時候在鏡頭上不說演戲 不說成 對著鏡頭的力度 你對鏡頭的信心 其實是不容易的 我自己也試過跟前輩演戲 你是很難很自然的 你覺得人家好像很有重量 我都好像會被他撞走了 但我真的覺得 跟他們就不同了 我們是團隊的 跟阿姜 因為他在戲裡面 他的status比我更加高 我是不會遷就他 我是一定要很重 但我覺得他是有那種信心 在那裡對著鏡頭 然後對著我做 很簡潔 我覺得這個是 你一定要 感受你自己做到的事 他本身是一個很謙卑的人 但我覺得你也要 你也要承認自己是有這個力度 我就覺得 死仔 二十多歲 如果給我 肯定不行 但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 這次我在他們身上 其實都學到很多東西 大家繼續努力 我覺得是這樣 不用客氣 阿聰 你說了這麼久 我想這次 很深刻的就是 好像阿聰所說 他好像說過一句話 我忘記了 他講 就是一個電影裡面 每一個角色 其實你不是要想自己 怎樣突出 什麼還是要怎樣 其實都是看一個關係 就是你們 每個角色之間的關係 要大家 在同步 大家同步去建立才是好看 而你如果一尾只想自己要怎樣做 其實是沒有用的 因為出來後可能反而是 喂 大家都不合理的 你突出來了 這樣反而會不好看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很興奮 我們這一暫時的 所謂的新生代的這些演員 可以跟那麼多 那麼好的前輩合作 真是 我覺得很難得 和很開心 就是 每一位前輩都是 那麼願意去教 那麼願意去分享 我覺得這件事很難得 就是我覺得是會令到我們 因為好老實說 我們真的不是有什麼專業的培訓出來 我們真的一無所知一條不通 但是在他們身上有 這些那麼好的一些基礎 概念灌輸給我們的時候 對我們 就是我們少走很多冤枉路 還有我也都會覺得 就是見到他們 是一個好的榜樣